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中国人 不要说像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 也不像日本人 也不像日本人 目前正处在仇日时期 他拍的靖国神社 上次为了这个事 还上过我们节目 今天咱们请李莹导演来 我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我说我对工作特别认真 为了聊咱们今天这个话题 你知道我昨天连轴看了两个电影 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 看完一场紧接看下一场 等于说是四五个小时 我眼前南京大屠沙 在我面前演了两遍 你想想 做梦的梦到 对 我活得有滋味 你想想 我看了我昨天 对诗机如山 就这种什么百人展 就是看这个 为什么我们就聊聊 我觉得最近也怪 我还问这李导演 我说是南京大屠沙 什么日子来了吗 为什么这个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 两部同样题材的电影 差不多都在这个时期上映了呢 这个是我觉得我听说 这个原来是都是准备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制作的背景上面来说 可能就是直接触发这个是张存如的那个 那本这个书在美国 就关于南京大屠沙 一下子这个国际的试点 一下子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很关心问题 同时很多方面都希望制作这么一部电影 那么几乎是同步进行 同步进行的话 那他制作完了之后 肯定也有一个上映的一个周期的一个安排的问题 对啊 结果这两部几乎是同时完成 那么这安排放映的话 又几乎是同时的一种放映 但我想就是他们有一些就是说 可能就是大家一些周期上的一些安排 可能都想就是说 整个提前争取早一点跟中国观众见面 因为我知道原来好像是准备7月份 这个应该对对对对 七七抗战的时候啊 那些放映 但是可能就大家就相互都想提早 尽早跟中国观众见面吧 你再早点 我再早点 你再早点 我再在那光你撞了 对 现在都在是影界生态 有意思 但是啊 大家这个事咱就不聊了 就是我就说啊 这确实引起人们对这个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 乃至于说当时的这个国际安全区啊 拉背啊 什么这种在思考 我觉得确实有很多呀 可以聊的 你知道最近呢 很多人看这个片子 他就有一个感觉 你就像我昨天就突然就觉得 哎呦 就杀人呢 是吧 日本鬼子 杀杀杀杀杀杀啊 而且强奸我我我我中国妇女种种的这种行为 其实你知道吗 单单的把他说成是畜生 说成是魔鬼 也没有什么意思 对吧 那么他到底怎么理解 我呀 有一个瞎想 这个是说是我自己的想啊 我觉得根据我对日本的一些了解啊 我就觉得他们当时啊 就有可能是什么呢 拿着现代武器的古代战士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们他们的很多残忍的这个行为啊 让我想起 你们人来说印第安人那种割头皮 杀人割头皮 甚至为什么说说古代在冷兵器时代 他的他没有现在的这种对人的这种文明观念的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讲这个成吉思汗 蒙古大军 好家伙 就是我图他是什么的 就是说我进攻欧洲的这个城池 到了下一座城池 为什么就投降了 到了下一座城池 他把上一座城池砍下来的人脑袋 就在你的城门口堆成一座山 对 吓得那不就投降了吗 就就就就抵抗就就就图城 就挖起 就挖起 甚至我还想起当年就说这个满清 满清这个八旗入关 不是扬州十日 家定三徒 都是这种特别残忍的就是管你什么平民什么的这种屠杀的这种行为 我不知道你在日本待了二十年 你说他们是不是有点不是就是骨子里不太像现代人呢 这个是我觉得你这个很有意思一个话题就是 我这个靖国神社在日本供应的时候 同样引起了这么一种这个话题 就是关于冷兵器的问题 就日本刀 那一个争议 因为在靖国神社里面 他的神体就是灵魂 他所有的灵魂是浓缩在一把那个刀 日本刀上面 那么这个刀是什么就象征了什么 他就是一个武士道的精神 是他们日本最高的美学 那么这个刀 这个在武士时代的话 那当然他最早的时候就是兵器 冷兵器 冷兵器 那么在现代战争里面 他们同样又非常强调刀的作用 这个有很多人是不了解 在我的电影里面都出现一些就是 日本人一看都是吓一跳的 就是完全这 首先他们不了解这个神体是一把刀 然后呢 所有日本人很多的几乎认为他们刀是装饰性的 并不像你有说的那种残酷啊 很多那些都是古代的事情 在现代他们认为都是一个装饰性的一些东西 是一个美的象征 那么实际上在二战的时候 就中日战争 他们同样的那个刀 是制作了大量这些军刀在现场上应用的 同样是作为武器 同样是作为军刀 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军刀 就在晋国神社做的刀叫晋国刀 所以我电影其实也是用晋国刀作为一条线索 跟各种现象结合起来 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的 所以这个呢 结果呢 就引起日本很大的一个争议 就因为我同样也出现了很多 就是说砍头的照片 这一下子很多日本人就非常刺激 觉得我们是那么残酷 因为刀的那种冷兵器的残酷性 是远远高于直接常规武器的 这种是很厉害的 就是这种刺激的话 就现代的日本人 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觉得是装饰性的 对 因为日本人一直有一种想法 他们自己学剑道的人都有这么一个历史 就是说他们的刀或者他们叫剑 发展的最高的时期呢 就是江户前 就战国时期的刀最漂亮 那为什么战国之后的刀就不好看了呢 他们说是因为战国后江户时期的刀呢 注重刀柄 要很漂亮 这等于说他们说后来江户时期 因为很安定 不准那么决斗啊怎么样之后 这个刀就走装饰路线了 所以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刀的历史的理解 也都是它变成一个装饰性的东西 还没想过它原来在战场上还在用 他们自己都不大清楚 这个是那个对不起啊 那个是你比如说在那个百人展竞争 他们现在很多人是也是不了解的 但是在战争当中 日本军方最重要的一个战争宣传 我觉得要了解战争的性质 一定要了解他们是怎么宣传这场战争的 日本当时那个最重要的战争宣传 就是百人展竞争 对 他们成为国民英雄 百人展就用刀 对 那是认为日本人无上的荣光 而且所有这些检查 他不是随便你一个新闻社报道出来就完了 全都是金军方严格控制 对 他认为不合适的会把你按住 不允许发表 当时他这个民族能接受对人对人的这么残忍的行为 当时可以啊 我觉得你你比如说你哪怕是中国军官在外头这么展 你今天登到报纸上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也会觉得太有 是不是有点过分 这个是什么 就是武士道其中的一个传统 很多日本也不了解一个 就是说他们很多跟我追说 我们并不是这种 你说这个杀的那个照片 包括认为砍头那照片 他们认为都是是不是伪造的 有的日本人 对他们不相信 但是我说这个是在日本的历史上面了解一下 以前很有意思 就是说明治时期 包括那时候大政时期出现的一些明信片上 明信片上面发行的 日本社会发行的武士道的一些照片 就拿着犯人的头的武士道是砍头 他曾经有这么一种 你想能够作为明信片发行 这个是就是他那时候拿砍头是什么 是犯人 但是他是本身都是犯人作为士刀 或是用来处刑的一种象征 但是他可以作为一种美 对 你就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 能够作为明信片发行的一种 砍头的一种武士的形象 包括说他们的切服 对 是吧 所以这个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 那种好像说简单的一个说一种残酷 所能开过概括的 对 他心里有些什么 所以他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觉得这个日本在研究 比如说像南京大屠杀 或者在中日战争上面 他们那种残酷的行为 我们常常会想是什么样的事情 使得这些人变成这样 比如说他们事后 今天想起来 他不相信有这些事 那么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当时我们很多电影爱好者 都很震惊的 就是发现小金爱尔郎都去过南京的 这样的一个大导演 作为军人 对吧 他都去过南京 然后他后来的记录 他都没提那些事 他还在说他怎么样在一个河边 看到风光多好 还在讲这种事 你不能相信吧 像小金很人性的 对是不是 所以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分两方面看 一方面就是说 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是 不只是日本人的问题 是整个人 作为人 有没有一些所谓的 反人类的罪行是怎么发生 另外这日本文化的特性是什么 像我们刚才讲刀这个问题 你比较二战的各个国家的残暴程度 你跟德国比起来分别就太大了 德国呢 就你看德国的残忍啊 是怎么展现在什么地方 那种完全非原性的 有个大型的一个像工厂一样的方法 去处理那些那些犹太人 对不对 毒气室 你看他的整个 他的整个做法是不把你当人 你是他也是不把你当人 但是他那个做法非常理性 非常科学 非常工业 工业化 而且是利用到底的 因为尸体最后那个油脂拿来做肥皂 骨头拿来做扣子 这是德国人的办法 那日本人的办法就是 回到像你们刚才讲的 冷兵器时代 拿刀砍 对 就是你这 这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 但是他还要拿刀砍 所以它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残暴 那所以这边就要看日本的这种残暴 他用刀啊 我觉得有一个 我自己在分析的时候 我觉得有个原因是什么 就日本在明智维新之后 他们很多地方叫西化 但是他必须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所谓明智维新 对他来讲 我们中国一般讲明智维新 就是说他们改变了 西化了 所以强大了 我们不要忘记另一点 明智维新还是个复古 什么叫复古呢 就是因为日本的天皇有上千年历史是没有执政过的 对 他历史上是只有权威 对 没有权力 没有权力 从明智天皇开始才集中把权威跟权力集合起来 原来仅仅是一个礼仪 权力 对 没错 象征 它是一个象征 没有权力 对 那么从这个明智维新开始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怎么样把一个国家的力量汇聚起来 对 抵御外敌 对 因为这个对他们最大的刺激还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的这个鸦片战争 没错 鸦片战争的那个中国的失败给日本是最大的刺激 对 所以他们一下子觉得唇亡此寒 我们也完蛋了 这个肯定我们要富国强兵 对 然后他们一直在做一种宣传 就是说东西文明要有一个对决 对 所以他们一直为什么说它是圣战 了解日本这场战争必须了解一点 就是说它的概念 对 他当时的宣传是圣战的概念 神圣在哪里 一个他们是觉得解放亚洲 对 跟西方的列强 要分庭抗礼 对 分庭抗礼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皇国 对 神圣的这个 神圣性 因为他的国家是那个神国 神国不灭论 他是天皇 是这个是 万神一系 对 是一个神 所以就是这种 就是我们了解了这个圣战的这个概念之后 才能够很多东西对就是日本当中的很多战争的一些行为 予以一种了解 而他这个圣战的理论 这个背后又是亚洲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分崩离析 一个崩溃的一个历史 对 所以我一直说这个 说这个 其实日本说要说成功 某种成功 他们一直强调你刚才提到明治维新 是近代国家的成功之路 对 我说你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日本的成功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失败 对 中国的失败就是日本的成功之母 哎呦 这可以是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 所以说导致了很多很复杂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发生 而且呢 直到今天还都纠葛不清 而且刚才讲那个天皇的重要就在于 就天皇以前没有那么重要过 就明治维新把天皇捧上去之后呢 还有几个附带的效果出来 就他把天皇变成一个更加 本来就是天皇就是神的化身嘛 现在更神格化 权威更大 他这个复古还包括什么 比如说刚刚讲武士道 武士道就是对幕府将军的一个尊敬 现在全转移到天皇身上 然后神道教的复苏 日本在江户时期的时候 佛教还是很强大的 但是是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 神道教变成国教 他叫国家神道 对 日本的概念就超越宗教 超越宗教 所以你看他这个崇拜天皇 跟崇拜神道结合起来 那晋国神社 他恰恰就是国家神道里面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祭场 但是你武士道主张强奸妇女吗 强奸妇孺 把人家孩子从窗户里扔下去吗 这是武士道讲究的吗 武士道里面这些所有东西都不符合武士道 包括所有的日本的军人在战场里面 他们都佩戴有一些军人的手册 都是天皇的讲话 日本人普遍社会上来说 一直他们有接受的传统的教育 就是教育的一个寓语 就是天皇的一个教训 一直他们是渗透到他们的神经跟血液里面 那时候都是讲 其实我们的儒教最精华的部分 他们寻求仁义道德 同样的在武士里面 武士道又同样吸收了中国的儒教很重要的部分 那么就是发展起来都是说这个礼仪 中军 是吧 中武 英武 如何正义 都是强调这些东西 而且是那些军人其实是每天都在读 他们配上战场 每人佩戴一本手册的 所以那些行为并不能说就是武士道的那种结果 这个是 没错 那他是出什么 所以这就说到什么 这就牵涉到就是我刚才说 这整个战争罪行要分两方面看 一方面我们固然要追溯他日本文化的特性 但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 就是他在战场上这些表现 刚刚我们说违反武士道精神这些部分 恰恰就是我常说我们今天不是反日 要反罪恶 就等于反纳粹不是反德国 因为这种罪恶 它是一个战场上激发出来的一些行为 人本性里面怎么会有这种恶的地方 它怎么来的 它怎么出现 比如说他当时他首先不把那些中国人当成同等的人来对待 所以他可以这么做 管我们就训练他们把中国人当成支那猪 他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任行广告之后见 李哲言 其实刚才你提到就是说是违反武士道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说这种违反一些 可能更准确的来说是一种武士道的一种恶用 一种夸大 因为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就以前那个像郭沐若啊鲁迅他们一批 当时都留学过日本 对日本的当时近代的文明对明治唯新都怀有很大的敬意 觉得是比中国要更为文明上要先进的国家 在那段时间就战争之前的话 那么就战争一爆发之后 当时一批知识分子都特别痛心 像郭沐若就说这是文明的这个反动 那同样的那个刀也是这样 就武士道也是 武士道的话在战争当中是怎么被运用 他并不是说违反 而且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谈到那个就是百人展的宣传 他是在拼命宣传这个武士道的 为什么 因为武士道他强调了日本的一种精神力量 他觉得我们的国家 我们这个神国 我们的皇军精神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而刀就是最有代表性意义 所以他们会在这里面 在战场上面要是等于说是用示威 要表达他们这种美学这种理念 然后呢要这种整个他很多是俘虏 俘虏就在拉背日记里面有展现这些镜头 对俘虏就是一个 示展也好或处刑也好 他都要用这个刀来表达一些东西 所以说战争当中这是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宣传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已经说是违反 而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国家机器的宣传的可怕 就是对武士道的那种极度夸张的一种宣传 对一种一种恶用 对 在他们那些军人来看来 这是当时也是武士道的一种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才是最可怕的一点 就是他们认为这是正义 不觉得这是罪恶 这才是这个我觉得是 所以这边呢又可以回到我说 有一些东西不只是日本特有的 而且是我们所有人都该思考的问题 就他跟纳粹虽然表现出来那么不一样 但有些东西是一样的 比如说国家所有战争宣传 都会强调自己的战争都是正义的 对 每一个发动战争的一方都会这样来宣传 对 我自己的神圣性正义的一面 而且他会强调的就是 而且我们要注意纳粹的上台 日本最后走向军国主义 都是一些鹰派的胜利 我们不要忘记日本在战前的时候是有左派的 左派是反战的 左派是一直反对军国主义的路线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军国主义是对日本的 当时已经开始有的民主体制的一次颠覆 当时还有民主派的 那么是德国也是一样 就两个 接下来为您播出走向2010 奴才者的一种对国家的宣传 一种武装的宣传 英派吸引导哪个力量 都好 都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